诚会愚痴 愚自厚己 月谈多有 厉害胜负 戒分尘愁 破家亡山 不顾前后 这段经文 课题 我们用的都是经文上的文字 欲探王神 请看 华年老的记住 诚会愚痴 愚自厚己者 以称会称痴而读 阻长贪心 贪称痴 总是连着起来的 一个会带起另外两个 同时起作用 会俗语 善无相知 这个三五是贪嗔痴之 互相自足 这起作用 直发邪欲 知识 知识强烈的 奇了 贪嗔痴的心 行淫 他才 欲积自己 过云 欲自厚积 见到别人的财 认为有机会 可证 不择任何手段 来夺取 希望呢 这些财物 能够 占为 己有 就是有占有的念头 殊不知 世间 任何一个人 古人 惊人 中国 外国 乃至于 整个六道 没有例外的 全是 业力 之俗感 古人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说一生 皆是命 半点 不有人 古人对这个话 深深相信 没有怀疑 所以在一生当中 他能够安分收起 度过 平平安安的一生 这一生来干什么的 佛讲得好 人生 仇业 过去生中造的业 这是 来受果报的 过去生中造作不善 这一生就得受苦 受苦受难 不能怨天诱人 为什么呢 自作自受 真地要清楚 要明白 这个叶筹的 筹完之后 阿雷 也是 一些种子 太多了 看临终的时候 哪一个力量 最强 最强的力量 会牵引你到 哪一道去受神 这六道里头 六道很复杂了 每一道都不简单 人道 人有多少种 平复归介 多少种人 出生道 出生有多少种 素不亲 无鬼 地狱 祝天 也如是 不但六道的业 我们每个人 都去做 就年舍法界的业 哪个没有 哪一个众生 阿雷 耶利图 没有佛的种子 统统都有啊 如果没有 佛就不能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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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